头条开奖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喔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请大家要记得按赞 并且要订阅头条开奖 964,495人 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我们继续充百万的目标 好 来 导播谢谢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美国了 这个美国现在疫情持续的升高 而且单日在1月10号 它的确诊竟然超过138万 到目前本月9号 染疫住院人数有14万2000多人 已经是超过去年1月14号 那个单日的数据咯 住院单日的最高记录看到了 但是现在怎么会有一些州 好像放弃治疗一般 我们常常都在讲要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 但是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忧心 包括在华府这边 马里兰州不就在这吗 还有旁边维吉尼亚州 以及科罗拉多 奥勒纲 路易斯安纳州等 准许医院跟救护车 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 就不再受理救治了 其中还有路易斯安纳州 它是共和党州 但是其他的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这为什么放弃治疗 道理何在 来 介大师 因为医疗资源不够 因为这种感染率的话 即使像美国这医疗资源 算是很雄厚的 它也做不了 那现在就是说它有的医院说 你已经受感染的医护人员 也可以回来继续工作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 都要把它每一个都处理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能量了 那不过话说回来就是 Omicron它的致死率跟重症率 是比较低的 其实就是说 其实从这个病毒学 我听过有人讲说 病毒学来讲 它病毒的演变 现在就慢慢到一个 可能是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尾声 它就变成 也不能说流感化 它还是有杀伤力 可是它的杀伤力就比较小了 那所以它的传播率会变快 那现在这个在美国就变成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传播力的问题 那我想可能有美国人 有美国它基本上就 回顾到他们原来的那种想法 就是要造成群体免疫嘛 对 那就说他也他也不不 不去很认真的对待 有一些放任了 可是我觉得手手上 基本的资源已经不够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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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任不应该是民主党的州做的事 之前我们印象中是民主党人 其实比所谓的共和党 因为拜登跟川普 我们忍不住要拿他们两个来比 嗯 不是这样的 怎么可以说一个民主党的州 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这会让人觉得有点错愕 加利福尼亚州 罗德岛州 Arizona 政府部分医院下令 染疫的医护就继续上班 当然你说医护人员不够是一个问题 可是如此一来的话 这个疫情不是会更加的严重吗 确诊数会暴增 暴增了再暴增吗 凤凰城的大型医院的这个系统 Dignity Health 还叫员工说 你染疫医护病情好转 自觉可以上工了 就可以向主管申请回院上班了 哇那这样子的话 不是会造成这个买地 现在最 我觉得最危险的不是美国 而是最危险的是别的国家 就是说美国人将来走到别的国家 现在比较危险就是说 对这个 对这个疫病没有足够 现在美国已经 已经万万往群体免疫这个路上走 而且它病毒的这个 它基本的它的那个致死率 跟它的这个重症率已经往下低 往下掉 可是美国还是愁开放的 可是美国本身很多人 他可能是有代言的 那他走出去的话 他会造成其他国家很大的问题 那其实你说美国民独党州 他就一定不要有人道主义 也未必 然后美国很多这些州的话 基本上他还是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所以美国现在你看一天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可是美国基本上 拜登也习惯了 美国人也习惯了 那我想跟这个本身 病毒本身的它的那个特性 也有一点关系 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不过这个问题就变成说 这些国家将来是会变成 其他国家的一个危险 负担了 你知道负担 然后不过就是说 我是觉得美国这一波他在过去 有人说再看看这个情况 是怎么样继续一步发展 美国现在也束手无策 他的疫苗该打的也都打了 能打的也都打了 他现在还能怎么办 不打的就是不打 对 对不对 然后呢一天一百多万 那他需要的人力很多东西 所以他不能让那个经济停摆 所以那后老板就说 你只是不严重 你就回来上班 连医院都变成这个态度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我是觉得 也是蛮已经 我觉得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对这个病毒已经是 感觉已经是两手一摊了 已经有点这个感觉了 那能怎么办 美国也没办法了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美国他确实现在 因为美国的医疗资源 虽然是他是高的很高级 就是他有非常高阶的医疗能力 可是他做到普及的时候 其实有困难 就是你要看病 他中间会有一个很高的门槛 然后会容易去看病 都两种 一种是特别有钱的 一种是超级穷的 因为超级穷的去看 就不花钱 反正基本上也不是赖帐的 就是国家出钱 中展些级最可怜 那所以你现在这种 大量去感染之后 美国的医疗的这个system 他本来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维持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分配 现在没办法这样分配了 大家都有病 大家都要来看的时候 这美国医疗资源 一下子就非常紧绷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他虽然民主党一开始觉得 我要照顾大家 后来力有未带 我只能坐着 我只能坐着看 所以只能够被动的选择 群体免疫这个方法 那OK你要选择群体免疫也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说 刚刚介大使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那其他国家怎么应对 尤其是台湾 台湾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把美国列为高风险的国家 他不断的履创新高 那是不是我们台湾这边 是要直接跟我们国内的民众讲说 对我们也不打算隔离了 我们就准备群体免疫 因为我们挡不住美国 回来的人潮 你如果先跟大家这样讲 大家有心理准备 我们就认就说其实Omicron 大家赶快打疫苗 也没有那么严重 大家来做 那如果我们还是告诉大家说 隔离很重要 防堵传染很重要的话 你又没有把美国 设为高风险国家 那你又没有采取跟美国一样的政策的时候 那对我们其他的国家来看的话 其他的区域来看的话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这个是绝对是必须要去关注的焦点 好 不过你看看大陆现在这防疫的做法 尤其现在已经在2月4号 我们知道北京冬奥即将要登场 所以防疫是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那么当然韩冰 那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国家也都等着要看 看看你北京要怎么做了 好 说到德国呢 德国高层说不出席北京冬奥的开幕式 那么还是中国现在是因为担心戳破防疫泡泡 还呼吁如果你看到有他们相关的这个车辆 车货冬奥车辆 不要伸出援手 那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人会质疑说 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 为了防疫但是叫其他的车子 不要对冬奥的车辆伸出援手 那回来你说北京冬奥会期间又会不会封城呢 难道北京人通通都必须都要关在北京吗 北京冬奥组委说 目前是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措施的 可是你看到大陆 大陆铁路部门已经停售天津市管辖范围内 各个车站到北京管辖范围内车站的车票了 为什么 是因为天津有疫情吗 所以要必须小心 甚至也呼吁好几个地方 今年通通在就地过年好了 有的还说发出奖励呢 我想大陆到目前为止 他的防疫政策还是以清零为目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会在很多地方做出很多的断然处置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最大的移动 地表最大移动就是要过年 那过年这样一移动下去 万一真的有一些病毒夹在里头 那是完全不得了的事情 这么十几亿的人口谁也防不住 所以他一定会做出某些限制 我觉得这个以他们的政策来讲 我觉得非常正常 那可是问题是东昊他还是要办 他总不能学那个日本那个奥运一样 再给他延一年吧 所以他应该还是会办 那办的时候他当然也很紧张 万一因为这样造成破口 其实上次日本的东京奥运的时候 就造成了某些破口 很多选手跟观众其实都染疫了 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日本当时因为他已经有点 他为了举办东京奥运的时候 是半推半放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即使染疫 因为他本来国内就有蛮多人染疫 所以好像看起来相对情况没那么严重 可是大陆因为他是清零 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容许有这种染疫的状况 所以你说他的 他说你在那边万一看到这些东西出车祸 你也不要去救他 我想他指的是一般人 也就是说你看到这边出车祸 你一般人你没有防护装备 你当然不能去救他 那我相信他与此同 他一定会加派一些相关的这些 防护的车辆啊这些东西 他会去巡守 出现这些状况他会立刻去辞员 那实际上本来车祸的时候 是专业的救助也是对他们是比较有利的 一般人有的时候说真的 我觉得看热闹的比救助的人多 我讲实在话 所以这个措施我觉得本身 并没有什么可以去批评的地方 但是重点是你要这么大量的人口移动 因为有这么多的外国选手进来 那这些人你是要把他限制在选手村里头 哪里都不能去呢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恐怕对大陆的整个防疫 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 因为你也不能北京人口那么多 你也不能说因为办一个冬奥 然后叫大家都不出门 这个也太夸张了 所以我觉得大陆应该会做某一部分的取舍 也就是他还是会做一些限制 大概这些选手也不可能到处去逛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概就是限定的一些范围让你走 那市民也是尽量保持大概 尽量不要跟这些选手接触 跟这些场馆也不要接触 那他们一定会把他去办下去 那当然不管对哪一个国家来讲 在OMCAN这个病毒这么肆虐的情况下 你要办这样一个大型赛事活动 绝对是一个严苛的考验 就看大陆能不能做得到 但的确很多的其他的西方国家 都在看到底能不能办得成 就像大陆方面信誓旦旦的说 我们一定会办得很成功呢 好介大使那你看现在德国 有所谓反兴奋剂的机构呢 就呼吁说冬奥的运动员 不要在中国吃肉 说里面可能含瘦肉筋 然后原则上呢还说 每个运动员都有责任 在兴奋剂控制期间 不给身体添加任何可能检测出阳性的物质 避免这样吃 而且要跟营养师讨论替代品 你认为如何 我想最主要是他怕那个体检的时候 他那个体内验出这个药物残留 因为这个运动员啊 就是说近这些年来 不管奥运的体系这种运动 赛事非常对于运动员用药 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严格 很多事实上拿到奖牌以后 最后才被怨出来他当时留的检体是有问题的 最后把他的奖牌要回来了 那是发生过好多次 所以现在运动员他有的时候是 可能是他有意去用这个 你知道俄罗斯被制裁过 就是说你可能是有意的 那有时候你可能也是无意的 你现在这些在一个药品泛滥的 就种各种动物用药也好 甚至人类用药也好 他很可能他都有一些成分 是你当初意想不到的 所以德国方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专家提出一个 一个建议让他的运动员 尤其在这个运动会期间 那么对于这些药品 他对于这种食品的方面 采取比较严格的一种态度 其实这一次这个北京冬奥 他们这个食品呢 他们还可以说让你去扫码 来看这个食品食材的来源是哪里 那对于所谓的这个食谱菜单 甚至也都非常精心的一个安排 要有所变化 但是你讲到如果肉品的话呢 那美国猪肉进了大陆的话 它是不准含有瘦肉精的 所以在第一时间 其实大陆的政府方面 其实就已经先做好严加的把关了 所以也许是不是德国的这个 反兴奋的机构它太多虑呢 我是觉得应该是小心过度吧 那你知道在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东奥的时候 韩国人不是带自己厨子进去吗 对不对 还有很多国家他自己他自己吃小兆 他就是说他或者说不信任当地的 这个主办单位提供的这些食物 那也可能就是说他要提供 他们自己选手习惯的食物 那所以有些运动员也不见得 都是吃这个选手习提供的 那我是相信就是说大陆这么有经验的 办国际赛事这么有经验的 那么不只是北京奥运 那个还有其他亚运啊 什么各种国际赛事啊 都办过的经验 我想在食品的准备上 应该是知道好 那个标准在哪里 可是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德国有一点点 感觉就是说他们这种个性啊 就是这种吹毛求吃 提出这一点啊 那大陆根本就是禁来克多巴胺的 那当然欧盟也是禁了 那当然他还是提出他的相对警告 不过他最后讲说啊 他还是要跟营养师讨论 要吃什么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觉得他们很可能 德国人如果这么小心的话 那他可能就带他自己的厨子 他自己的食材都带着 这个其实也不是没有潜力 那你就是说这么重视的话 那因为现在运动员真的是 这个有关这个药检方面 是极为严格的 尤其这种在高度竞争下 因为药检出问题的运动员 常常发生 那他这可能就希望他们这个 这个自己的运动员 不要因为不是自己的因素 最后被查出来药有问题 不是很冤吗 所以我觉得做出这种 也可以说过档之举吧 好来 继续来看 今天其实发生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那我们希望这个飞官没事 不过呢 来看一下就是在今天 一架空军嘉义F-16V单座战机 在下午的2点55分 就是由这位飞官陈毅上尉起飞 在嘉义水溪靶场 俯冲炸射练习的时候呢 大约3点23分 在水溪靶场周边光点消失了 疑似发生了坠海意外 那么据了解呢 机上飞行员并没有跳伞 那么空军成立 应变中心立刻也展开了搜救的行动 当然现在搜救的行动 在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时间的同时呢 仍然还是还有由照明弹点亮海面 继续全力的在搜救中 不过事实上谈到了这个F-16V 你看他28岁 飞行时数62.2小时 总飞行时数324.05小时 那么在这个F-16V 大家其实就非常的关心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会造成今天这样一个坠海的意外事件呢 来赵欣你先谈一下 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他今天这个 今天天气是其实没有那么差 但是因为这个海跟天的颜色是非常相近的 那其实我今天跟兵哥曾经有同台过 有讨论过 那那个兵哥有特别强调说 在飞的时候他是正反 看到照片好像是颠倒 如果是颠倒 我认为他不能够排除 可能有空间迷向的可能 因为他是直接这样摘下去 然后又没有任何的去报这个警示 也没有跳伞 所以他可能下去的时候 他可能根本就还不知道说 自己飞错还是怎么样的 也没有发现 目前还没有看到是故障 那F-16V目前为止 我不知道 这个我们虽然说 有跟美国去订购全新的F-16V 但是呢现在目前为止的 大概都是我们原本的F-16 送到美国是升级之后再送回来的 那这一架F-16V 去年最好12月才做过检查 所以让人家感觉说 他也不是像过去我们说F-5 就是人家讲 人家有人戏称 说F-5是铁棺材什么的 就是因为很老旧 所以极箭故障下去 所以是不是有人为的因素 这当然还要最后来去做调查 但是我们在人员训练下 我们的飞行员又很年轻 培养一个飞行员 通常都要超过1000万台币以上 所以其实人员的培养 比这个飞机本身的取得更加重要 人家台湾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买这么多飞机 飞行员跟不上 没有那么多飞行员可以飞的话 那你的防御力量是摆着看 但是实际上用不到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去 特别的注意我们飞官的安全 我还记得之前 我们的飞官摘下去的时候 那个妈妈在高雄的医院 这个痛测心肺的哭泣 说这个我的儿子那时候就跟我讲的 不要飞 飞了久的会出事 结果真的出事了 你看怎么会这样 我们看得也很心酸 所以希望无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们的这个军方能够把真相告诉大家 然后找到检讨改进 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不过呢其实这个寒冰就在前几天 其实这个F-16V还有展示大象走路 那怎么会这样呢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才对的 那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也在前几天 还听到说F-16V 还有跟解放军歼16战机 所谓有交手拦截的记录 那今天就是这F-16V 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原来有的F-16A 然后去把它做升级的 所以这个飞机其实已经很久了 其实它有一段时间 那当然它整个升级过之后 真正重新再交机 大概才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它如果你这样算起来 它又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飞机 那理论上来说它在交机 这段期间因为才刚交机 不应该出现这些错误 可是这一台飞机就是6650这架飞机 实际上在9月的时候 它曾经出过一个小事故 就是它的起落架突然之间出现问题 所以造成它机体有一个轻纹的受损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造成这个飞机出了事故 目前我们不知道 因为国防部目前还在搜救当中 也没有办法得到进一步的答案 只是很多人会疑惑说 今天天气看起来这么的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空间假设是像刚刚赵新署说的空间名像 空间名像未必天气好的时候就不会发生 因为你海天看起来根本都一样的时候 那飞行员他在飞机姿态不断在转变的时候 你会突然之间搞不清楚上下左右 那这个时候因为飞机的速度很快 虽然他当时在进行对地诈射任务的模拟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速度应该是减在几百公里 时速几百公里之内 但即使时速几百公里之内还是非常的快 因为他对地的话他可能高度也压在几百公尺之内以下 所以在这么低的一个状况下 如果他以这样的高速他一下空间名像 来不及拉回来的话 可能就直接冲过去了 那现在军方的说法是说 为什么没有呼救也没有弹射 那呼救可能是因为他手上军方认为是他紧抓的无线电按钮 所以他抓的按钮表示他要通话 那可是他通话的话别人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跟他通话 你要等他讲完人家才能够话才能够进来 那为什么他紧抓的然后又没有通话出来 那就是很奇怪是他来不及反应 还有其他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速度很快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又空间名像的话 他可能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就直接冲到海里头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说真的就是奇迹要出现机会就不大 那这一些当然是可能的人为因素的范围 那是不是有机械故障的因素 目前我们也都不知道 我只能说非常遗憾就是 好不容易我们台湾才换装了一批新的F16V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战力 那最主要的战力才没多久就损失了 那损失了一方面痛心机器的损失 另外一方面人才对我们来讲 对因为台湾现在的飞官的人才 其实是越来越少 说真的光是势力这一环 现在年轻人能够过关的就不多了 那愿意当军人的又更少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培养一个飞官 非常非常不容易 然后平白无故莫名其妙就这样损失的一个人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心痛 那台湾的我必须很坦诚的讲 最近这几年我们的飞机失事率实在是过分的高 你看已经掉了多少架飞机了 甚至连我们的参谋总长 去年年初的时候就都掉了 那台湾到底要做这样无畏的损失要多少呢 是我们到底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国防部真的要赶快研究 我们真的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损失 是而且韩兵你知道这个RF51说起落架是前天还是 就是也才有异常还要送修啊 我必须说第一个啦 问题很多是不是 F51真的是很老的飞机了啦 所以虽然我们台湾 有很多人说台湾的维修技能相当不错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相对过时的 那我们现在当然有积极想要去取代它 可是恐怕还衔接不上 他们恐怕还要再飞几年 这是之前我们都已经讨论过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说真的军方应该要不断的加强相关的维修 跟相关的训练 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与其你要去隐瞒 不如开城布公告诉大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把经费相关的人力物力投注 赶快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隐藏问题 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对策 是啊 而且一直在你知道一直在宣扬 说我们国军的战力如何如何啦 然后呢就是前几天 就是前几天我印象好深刻 就是这个F16V解放军机16战机 两者交手拦截记录 结果呢今天就看到一个这样子的新闻 你看还在持续搜救放照明弹 要一路照明到早晨 就是完全到这个加紧啊 赶快要抢救 所以借大使 然后呢就只会宣扬说 我们现在是怎样 跟殲16战机有交手拦截 有什么用呢 就我现在看到是这样的情况 对像这个F16我觉得这次的 F16V是第一次失事 过去没有 那这架军机造价是1万1.2亿美金 所以是精良的装备 然后这个能够在 我想诚意算是蛮这个上位 飞这么这么好的装备 显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飞行员 那么又失去一个很优秀的飞行员 真的是感觉很痛心啦 那不过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最近一两年 空军的失事比例太高了 那这次事情我觉得应该还是要 军方还是要一个交代 要对社会来交代 因为这个飞机也才刚刚换装 F16V 它很多装备刚刚提升完备 那前两次我们大概都是 都是我们在南部的机场 就是在台东机场出的 那个是F104吧 好像那个飞机比较老旧 可是那时候出事的时候 几次都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它那个弹射出问题 对对对 所以都是怎么样 都是飞行员头部遭到严重撞击 所以那个弹射椅 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换装完毕 我们都不晓得听话 没有 而且那个弹射椅呢 当时出过第一次试 发觉出事的人是头部撞击 就已经怀疑了 然后就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特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中次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 都看得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